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夫 我是孩子的父亲 我女儿咋样 目前状况还比较稳定 那个 你跟我来一下 有些注意事想跟你说说 你们在这儿等着 好 在这儿等着 大夫 啥情况 你呢 得有个心理准备 你女儿呢 得的是急性白血病 不会吧 她平常身体挺好的 你们弄错了 我们经过反复的检查 确诊之后才告诉你的 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 不可能是小雪 您先别太悲观了 您得撑住了 对 对 我得撑住了 您 您坚持说 不 我们呢 尽快地确定治疗的方案 到时候等方案确定下来 你还得拿主意呢 大夫 大夫 那边能治吗 这个病啊 只要是能够按部就班的治疗 还是有希望的 咋样啊 大夫咋说 没事 你去陪着小雪吧 我们说点事 咋的啦 你这有啥事不能跟我说呀 你都憋死个心里边 这甭管大事小事 咱们两个都得一块扛着 不是吗 小雪 不好 白血病 啥 你说这孩子 咋能得上这病 用治不 难 再难也得治 再难也得把它治好 再难也得把它治好 我明白 行了 你去别忘了 我一个人待会儿 我一个人待会儿 有没有啥不舒服的 我就是最近太累了 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 不知怎么 就晕倒了 对 你就是太累了 啊 在这儿养养就好了 没啥大事 小雪 早上可吓人了 我还以为你要出大事了 差点把我给吓死 你这孩子 你吓说啥呢 啥就吓死吓死的 是吧 没事儿 妈 我爸呢 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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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干啥去了 我下去透口气 你眼睛咋了 啊 哦 刚才不知道什么玩意儿进去了 揉了揉 没事儿了 外边风还挺大的 那医生咋说呀 我到底得啥病了 医生说是贫血 累着了 说是让你好好休息休息 就行了 这我知道啊 我就是担心 会影响我和阅兵的婚事 这孩子影响不了 你就该吃吃该喝喝 好好把身体股养好了 咱也弄点维生素 ABCD 过两天就出院了 没事儿 就是啊 小雪 这身体啊 是最重要的 那个 我跟翠玲就先回去了 你这住院呀 我还没告诉你的几个哥哥姐姐呢 是是是 妈 你还是别跟他们说了 省得他们担心 爸不是说了吗 过两天我就出院了 哪能不让他们几个知道呀 是吧 再说了 我还得跟阅兵说一声呢 让你爸在这陪着你 好 小雪 我们走了 慢点慢点 你好好躺着 啊 爸 我真是平雪吗 我真是平雪吗 对啊 就是平雪 喝水吗 帮你倒水吧 我先找点水 别在那边 你没有想要 你这里面 对啊 你不会看啊 你自己肯定那些 你 SUV行李 我随便接 你有什么事 等我查房的时候再说 大夫 我到底得了什么病 我爸说 我得的是贫血 没什么大事 数几天夜就行了 你爸说得对 不对 我一定是得什么重病 你怎么会这么讲呢 我了解我爸 他越说没事 就越是有事 他表面越轻松 心里就越沉重 他都是装的 你想多了 大夫 我爸骗我 你也骗我 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 我就不治了 我现在就回家 说到做到 大夫 你跟我说实话 对治我的病有好处 请你相信我 我的病 是不是很重啊 谢谢 小雪 爸 你都起来了 又不在床上好好待着 我躺着难受 想出来走走 我 进去吧 爸 你跟月冰说了吗 我跟他说了一声 我说没啥大事 让他下班再过 他一定说你病了 那还能上得了班吗 那还一路往过赶 估计现在在路上呢 喝水 爸 我都知道了 你知道啥了 我得的是白血病 我去找医生了 医生都告诉我了 爸 我还能活多久啊 你瞎说什么来着呢 啥活多长时间啊 不就是白血病吗 有啥大不了的 人医生告诉我了 这病能治 听见吗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你以后别瞎想了啊 听见没有 爸 你答应我件事 你说 以后 以后咱们有啥事 都别瞒着 你越装着没事 我心里就越难受 你答应我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这事 我也不想瞒着月饼 妈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哥 怎么回事 小雪突然就晕倒了 我也不太清楚 玉枝妈给我打了电话 好像挺着急的 让我们过去看一看 小雪是不是之前有什么病了 没有啊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我觉得啊 是小雪工作忙 压力大 岳边 是你没照顾好 你得负责任啊 怎么能推到我身上呢 会不会有什么家族病史你们几个不知道遗传到小雪身上了 你瞎说什么呢 我们从小跟小雪一块长大 她 除了瘦点 她身体可结实了 嗯 我姐说得没错了 没原因能突然晕倒吗 岳边 现在小雪病了 你应该多关心她 想那么多干什么 到医院问问大夫就清楚了 岳边 我病了 来得这么突然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医生诊断 是白血病 现在我很矛盾 又想见到你 又不想见到你 我希望你幸福 永远幸福 小雪 无论 绿灯了 想啥呢 岳斌 我去停车 你们先上去 我 我去停就行了 岳斌 你让哥去停吧 小雪现在肯定最想见你 赶紧走吧 我把车停好 马上就过来找你们 行 那我们在这儿等你 妈 我是岳斌 晶儿 小雪病了 什么病啊 她跟我说是百血病 百血病 确诊了吗 现在大概确诊了 没有 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在医院门口 准备上去看看她了 晶儿 要冷静啊 要赶紧入室 现在你可是要想清楚啊 晶儿 妈 你就别说了 我都明白 小雪是个通行达理的好姑娘 那我再想一想 还想什么呀 妈是为你好 行 我知道了 岳斌 你怎么还不下车啊 那你车里发什么呆啊 哥 我 就先不上去了吧 我妈生病了 回家看来吧 你妈也病了 我刚刚接了我妈一个电话 她说她生病了 我回家看看她 马上我就回来 行 我们先上去 姐姐 这都到医院门口了 你就不能上去看一眼再走 行了 咱们先上去赶快看小雪 别抢人所难了 咱们先上去 好 岳斌 我病了 医生诊断 是白血病 现在我很矛盾 又想见到你 又不想见到你 小雪啊 你在起来吗 爸 跟大夫说了 你现在最好还是 卧床 咋吧 爸 岳斌他没有来 你把你的病情告诉他吗 你说他怎么能这样 我给他打电话 爸 算了 没意思 他王八蛋 这是人胆的事吗 我去找他去 爸 爸 你别生气 无论他做什么决定 我都能理解 我得了这样的病 不想缠着他 雪儿 你这么小没错 但是他马月斌 应该来看看你啊 人是有感情的 他不是畜生 爸 小雪 爸 哥 姐 你们都过来了 小雪 这马月斌他 哥你别说了 我刚才都看见了 小雪 你得的是什么病啊 白雪病 小雪 你等着 我去给你把月斌找回来 我也去 哥你别去了 这样挺好 我知道得白雪病是什么结果 别瞎说 咱们全家都有信心 把你的病治好 好 好 Know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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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爸 月冰他没有来 无论他做什么决定 我都能理解 我得了这样的病 不想缠约他 我知道得白雪冰 是什么结果 回来了 你咋的 夜没睡啊 有心事睡不着 那哪行的 咱们不能逗呀 小雪需要咱们 放心吧 我没问题 小雪咋样啊 她现在的心情很重要 不是平白的 这我的冤冰是咋回事 一直不露面 她妈一直不出现 我就觉得奇怪 你也别着急 这着急也没用 肯定能弄清楚 这一会儿啊 我去医院换制屏 你赶紧进屋 你补一觉去吧 喂 志强 爸 马月斌有消息吗 马月斌没来上班 他也没有请假 咋回事啊 厂里值班的人说 他昨天晚上回来了一趟 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了一下 就走了 你等着我啊 我马上过去 哎 哎 你这一晚上没睡行吗 没事 我在医院休息了一会儿 你照顾好小雪啊 有啥事给我打电话 哎 爸 爸 马月斌到现在还是没消息 该联系的人我都找了 也没有消息 这小子早会是这样 他跟小雪订婚之前 我就跟他说要跟他母亲见一面 他就含含糊糊的 订婚那天他母亲都没出现 问题肯定是出在这儿 小雪病了 咱又不会赖上他 这马月斌也用不着跑啊 志强啊 这些日子厂里面就托付给你了 你就多费心吧 小雪的病很严重 除了必要的药物治疗 还得尽快找到相应的股份医学 精神上也不能受折磨 那个马月斌也还是用感情的 这事对我说法 我知道了 行了 我忙去吧 我走了 妈 咱躲到宾馆里算什么 小雪现在躺在病床上 我作为她的未婚夫 我对她不管不问 你叫她父母 还有她的哥哥姐姐 怎么看我 你是不是有点太自私了 我自私是为你好 当初你们俩谈恋爱 我就不同意 小雪那孩子 我第一眼看上去 我心里就直犯嘀咕 身体那么单薄 弱不经风的样子 动不动就生病 发烧 怎么样 让我说准了吧 出问题了吧 还是这种病 儿子 都这时候了 听我劝 越是这个时候 我就越应该待在小雪身边 我应该去照顾她 安慰她 你能不能替我想想啊 你妈我现在也生着病呢 这不还吃人药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没经历这么跟你吵下去 就一句话 当妈的 就希望儿子 找一个健康的儿媳妇 你干什么去 我去医院陪小雪的 妈 妈 那我先坐下 不行 不行 不能去 你妈也需要照顾我 是 公安 你不需要 来 我去 我去 这也坏了吧 要不我们现在去医院 陪陪小学 您回家休息一下吧 不用了 我治钢你们不用过来 那小学情况咋样啊 刚做完化疗 睡着了 我们还过去吗 我和你妈在这盯着就行了 那你得多注意身体呢 爸 我想吐 你忍一忍啊 我给你找大夫去 好 走 我吐不出来 没关系 没关系 来来 躺下 爸 我难受 爸知道 爸知道啊 是有人 谁找他就好了吗 最近 公安 昨 inspired 微笑面 今天 回落会 你能不能把这手机放里边啊 你成天哪儿在跟离部开始 你累不累呀 你懂啥呀 我咋不懂呀 是手机重要 还是小雪重要啊 你让小雪看见了 她这心里一边不是更难受吗 我这还不是为了小雪吗 你说万一马略斌那小子 来电话了 我没接着 咋办 爱咋办就咋办 他要是有良心 他能一个电话也不答 月斌的孩子要真变了心 那才也不稀罕他 你说的这都是气话 我要不是为了孩子 我这样啊 那我真是疯了 小雪心里面还想着月斌呢 嘴上不说罢了 跟大夫说了 只要小雪心情好 对治病就有好处 那只要她心里 还想着月斌那个混蛋 对她的病就没啥好处 这马又滴那个小兔崽子 连个电话也不来 我是真想 喂 志平 那小花园里面散散步 那小雪不能老躺着 那你放心吧 我和你妈能忙得过来 你还得照顾店里呢 没事 小雪 你跟妈说个实话 你这心里边 是不是还惦记着月斌啊 早就不惦记了 谁说我惦记她了 孩子啊 有啥事别憋心里面 跟妈说 啊 孩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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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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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